憑著29加1的電影女女獲獎的彭秀慧再次撿到 火拍就是紅頭半邊天MIRROR的兩子姜濤和阿Jer 新戲阿媽有了第二個 如何呢?我們一起聽一聽 大家好,我是01 這是一個專門評論歌影視的頻道 我們頻道會定期推出一些推介影集或者電影的影片 如果有興趣接收相關資訊歡迎訂閱我們,加入我們支持一下 今天要說的電影就是阿媽有了第二個 正所謂三軍未動糧草先行 電影未上畫已經在到處賣她的周邊 例如T恤、Poster 令我不禁去想一想這套會不會又是一套以明星行銷的電影? 接下來的評論是會帶有劇透的 必然會影響你第一次看的觀感 所以我建議也推介你看到這套電影 回來再聽我們怎麼說 但如果你已經準備好了 那我們就開始了 一開始開拍宣傳電影的時候 也會以MIRROR的經理人花姐作為藍本 這一點作為推銷 但我看完之後 感覺其實這只是一個堅明比較多 因為其實無信君這個角色 你頂多只可以說她是由花姐inspire出來的 電影故事 我覺得導演其實比較擅長去做一些人物之間的微妙關係 或者是人比較微妙的感情變化的描寫 所以這套是一套非常淡淡然的電影 所以不會有一些很突如其內的轉折位 即是不會有人突然間就生癌症 不會有人突然間就被車撞死 電影就是由三條主角線 由最後回襲成為一條線的拍攝手法 分別就是無信君飾演的美鳳姐 姜濤飾演的芳晴 和朱飾演的盧子軒 先要說就是無信君飾演的美鳳姐 演技完全已經是不容置疑 自己好之餘更加可以不溫不熱地 將同場的兩位新人同事帶入戲境裡 有很多場景都需要姜濤和朱 立刻做一個急截性的情緒變化 所以跟他們同場的對手顯得非常重要 同場的無論是剛才所說的無信君 還是飾演方程爸爸的羅永昌 或者朱老爸的尹陽明 AKA韓彬 他們都恰如其分的各司其職 也是因為這樣 所以在彭秀慧不下 他的角色是最豐富的 最有漸層變化的一個角色 由一開始 就用工作房去包裝他 令你覺得他合理地 就想復出去做回經理人 到後期慢慢故事交代到 就是因為他婚姻出現了破裂 所以他想分心 所以更加想投入另一份工作 去證明自己的價值 到方程的發展漸漸起色的時候 同時又開始跟他兒子產生了矛盾 演技爐火純青的無信君 你可以看到他游刃有餘 他的能力千除百年變出來 尤其是一幕 他和Jer大爆發那一場 真是看到人妖心妖肺 就算整場戲沒有眼淚流出來 你仍然可以隔著螢幕感受到那份心思裂肺痛 然後就到飾演無信君的兒子子 紫軒的Jer 他的角色是一個心宵籤勢 感情很脆弱的一個男孩 因為察覺到他家庭的結構開始出現了變化 所以就開始自我防衛地和他媽媽隔開 個人感覺就是Jer本身都是一個感情很豐富 又很強烈同理心的一個人 所以同場的對手只要輸血循循善有 他都能夠正常發揮出應有的情緒 看他之前的MV 就是歌詞的熱徑 已經能夠觸動到他的淚水 所以電影裡幾場要哭的戲 他都看起來比較輕鬆上手 角色的負面情緒比較多 你會看到他不斷就是生氣 然後最後就是感動到哭 這樣就結束了 但也算看得很自然 然後就到我們的姜濤了 怎麼說都是死的 我直接一點 我覺得他就是三個裏面做得比較不好的那一個 方程的角色已經完全可以說是 度身為他而訂造的一個人 簡單來說 其實只要故事削弱了阿Jer 或者生去的角色 整套戲可以叫姜濤轉都還可以 在這樣的大環境下 他發揮仍然不要眼是說不過去的 沒有他那麼有利條件阿Jer 反而發揮得更加順眼 有一場就是講述姜濤回到家很生氣 他首先就是很輕鬆地回到家 然後就看到令他很生氣很生氣的東西 然後開始他就靜止了站在這 開始醞釀情緒和整理表情 由平淡到驚訝 到萬與千年都說不出口的憤怒 衰時甚久就好像一部Target 都攤不著的棍波車一樣 這一場就是姜濤和阿Jer的單獨對戲 兩個是要對鬧的 然後還要摸來摸去 摸來摸去 講述就是身為姜濤的角色 想為阿Jer去解開他家庭的死點 看到的那段戲 情緒變化很拖泥帶水 所以就算去到爆發那一點 兩個人都未去到正確的位置 看完電影之後的體會 我會覺得彭秀慧的確很擅長 描寫人細微的感情和情緒 但可惜過於細微 我覺得這種情緒更加適合放在一個女性角色身上 令到他筆下所寫出來的男性角色顯得不男不女 你可以說阿Jer在溫室長大 但是他力逢了家庭的巨變 令他的情緒不安都不知應該怎樣處理 所以令到他整個人會長期M到 說兩句就生氣 說兩句就覺得自己會悲劇主角的哭哭哭 然後他的鏡像角色就是由姜濤飾演的方程 家庭早已支離破碎的他還要家境非常不好 要寄人離下 所以就放棄了害業自己出來賺東西做 然後賺錢養自己 在這個設定基礎下 所以我認為方程必須要比紫軒更加成熟穩重 更加懂得去處理自己的感情和處理社會的人際關係 但是一拉到紫軒那裏 他就是跟他一樣的纖細敏感 其他就是飾演無信軍老公的尹陽明 AKA韓彬 方程的老頭羅永昌等等 他們個個都非常陰柔柔弱 首先尹陽明 我猜他設計的角度 就是因為他是一個出軌的男人 所以他是理規 所以感怒不敢言 正常啦 我說其他男人 不是我 如果假設他出軌 我覺得他首先 應該會賴他的對象 要是說老婆掛著做事 忽略了頭家 忽略了他 所以他的熱情都冷卻 另一邊的女人非常熱情 了解他 欣賞他等等 可以說的話 就很多很多 但是去到至白的那一場戲 他跟紫軒的說法就是 老爸真的做錯了 那就交代了過去了 而方程的老爸羅永昌 我覺得更加慘 的確他是做錯的 他喝醉酒 累死了自己的老婆 真是妻子散 所以每次看到方程都哭苦哭忽 口都震了那種哭苦哭忽 然後就說到 好像一個很深情的男朋友 跟女朋友 很久一點 所以不斷在監仓 九年內 抹斷寫信給方程 從沒有放棄過 就算一封回信 一個回音 從沒有探望 他仍然竭而不捨 繼續寫信下去 所以角色非常扁平 他就是一個單純地 斜球眼仔 原諒他 想和他團聚的一個父親 就算是這樣 我真的不覺得 需要一場戲都哭苦哭忽 然後有一場 其實我不是很喜歡的戲 就是寶柏的那場打鬥戲 那場打鬥的寶柏戲 我有兩個推論 第一點就是 角色認為 推動性不夠 就是為什麼 子彥最後會原諒他媽媽 會去看演唱會 最後讚他媽媽很厲害 前面所中落的所有動機 都不足夠的情況下 所以唯有寶柏一段打鬥戲 然後由方程去解決他的死結 又或者第二個可能性 就是導演也發現了我剛才所說 就是裡面的男性角色都非常拿型 所以就不如來一場拳頭交 令到他們更陽光 然後這裡就帶出了我第二個問題 我就非常懷疑姜濤其實是不同人打鬥的 他打鬥的動作 我甚至是覺得他在跳舞 難道真的要打就去排舞室打 他每逢打贏的時候 都會有一個推人落地的動作 然後推人落地之後 雙手都好像不知怎麼擺 所以就用之後的反作用力 就踏一下跳舞 大哥 沒有男生會敢打架的 我不喜歡這個寶柏戲的第二個原因 就是因為我完全看得出 姜濤和阿Jer是非常不熟的 他們不熟的程度是去到 好啦大家沒什麼聊過 但又不想得罪對方的程度 好同事好客套的那種關係 所以令到他們兩個之間 就算言語還是肉體碰撞 都毫無火花 雖然要他們兩個是同隊 所以我就要求他們兩個好熟 一拍即合的話 是我的星斗市民的一廂情願 但隔著螢幕的我都覺得 隔著幕的話就不太好了吧 飾演方程的兩個朋友 就是岑珈琦和黎英 兩個都是一個非常絕對的工具人角色 毫無發揮可言 就要有個人去介紹方程給美鳳 就要有個人把寫了九年的信 搬給方程 他們就是負責做這些 完全沒有個人的思想 然後就是飾演子軒的同學 有CY 曾學童 張曼芝等等 全部都是負責推動劇情 推動角色的一個工具 CY 柯督史就是為了他們和解 張曼芝發瘋就是為了讓子彥知道方程很紅 曾樂彤就是不知為何要講心靈雞湯 最瘋善音樂 獲過於曾樂彤 送了他一個日本的御守給阿Jer 然後阿Jer禮手送給姜濤 低B的都看得出 角色設計就是曾樂童暗戀阿Jer 但阿Jer這方面的設計是按直 單純 就是少女漫畫那種 就算美女做到多出面 她都不知道那種按直男生 我認為是有點離地到不近人情的程度 我猜就算我不說不推介 很多人都已經看了這部電影 或者你要看這部電影 但如果你未看又深湧湧 又聽到這部電影 我覺得你就算進去看無信軍 單體爆發都值得 而宏觀我們講過Murrorist的電影 即是假母女團Anson Lo 俠加勒的Edan 和這部電影 阿媽又有另一個的姜濤 和阿Jer 偏C都好 我覺得這部電影是三部電影最好的一部電影 雖則 這部電影和那部電影 連我都覺得Anson Lo 很慘的假母女團比 的確有點侮辱性 跟我一樣 覺得姜濤的臉 好像鬼影變幻球 覺得她飲水都會肥 很可憐的你 歡迎CLS comment like 和subscribe 我們的channel 我是01 希望下次還可以見到你 拜拜 謝謝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